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0年3月28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聊房地产 今天关于恒大的消息还不少 首先一个我们看看恒大汽车 日前恒池汽车总裁刘永卓 在供应商大会上宣布 恒池五即将预售 首批展示体验中心 销售中心 近期会在天津、上海、广州等15个城市开放 刘永卓表示 得益于政府与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 恒池五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已进入工信部新车公告 预售即将全面启动 恒池未来三个月将狠抓产品质量 相信有世界级供应商的加持 一定能确保恒池五具备极高的品质 并在6月22日实现量产 6月22日实现量产 这个前几天那个许老板 也是这么要求的 恒大汽车的事咱们可以多关注 为什么呢? 恒大汽车在咱们这视频里面谈的也很多 刘永卓说 得益于政府和合作伙伴的支持 这个话一点都不假 如果没有天津市政府的支持 恒大汽车就不可能 这个生产线能贯通 就不可能实现什么6月22日量产 这都是不可能的事 关心这个行动员汽车的 或者对行动员汽车有一定的研究的 你就不难发现 中国对汽车这一块实际上是格据的 就某种程度上是叫地方保护主义 这个不难理解 就是说只有个别的品牌 你在全国是通行无阻的 没什么问题 那是因为你这个车品牌效益太高了 你比如奔驰宝马 你虽然宝马的工厂在辽宁 但是你在传国卖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这个是消费者拉动的 消费者认 这个油车这块还稍微好一点 行动员汽车这块越来越加地域化 或者叫什么地方保护 为什么呢? 一个这里面利润太大 最主要的是它的门槛低 所以这个倾向是什么呢? 每个省啊 或者每个区域啊 它只要有点能力 它就想搞一个汽车基地 找一家什么造车新势力 大家一拍即合 你把你的基地搁在我这儿 咱们一起投资个一千亿 搞一个新能源汽车 再次再次 我们这个地方都用你的车 对吧 我在我这儿实行保护 其他的新能源汽车不让你卖 或不是不让你卖 就是给你增加一些障碍 门槛 我本地的这个行动员汽车 给它这个更多的优惠和这个力度 促销 扶持 这样实际上是一种叫地方保护主义 本质上是这个行动员汽车的门槛低 上海搞了个特斯拉之后 这个对上海的经济促进是非常大的 上海特斯拉一年是50万辆 一辆是20万 那一年的产值就一千亿 就一个特斯拉 上海的GDP多少 四点几万亿吧 一个特斯拉就一千亿 这个 所以这块蛋糕啊 各地政府都盯着了 合肥 他搞了一个蔚蓝吧 还叫蔚来 总之 行动员汽车嘛 牌子随便订嘛 对吧 我本来就有造车的 比如什么江淮汽车啊 基地嘛 政府掏钱 我给你贷款 我给你找市场 你来在这儿 在我这儿生产 咱们一起偷钱 蔚来的如果产值啊 不说一千亿 他达不到 那他两百亿 没有问题吧 努力一下 对吧 那这个给合肥市政府 造多大的贡献 这个安庆市政府 也跟这个美帝合作 也是造车 美帝也要造车 小米也造车 小米是跟谁合作啊 跟武汉吧 具体我不知道 小米也要造车 也要投资 像这些造车啊 吹出去的 都是投资上千亿的 那个 恒大就是跟天津合作嘛 我说这么多 大家就明白了 就是有天津市政府啊 给恒大撑腰 恒大这个新能源汽车 就不会太差 但是他要多好 也很难说 多好 全国很多消费者都认他 这个是恒大自己的造化 他的品牌宣传 他的质量 品质啊 对吧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只要有天津市政府 给他托底 天津市政府只要规定啊 天津市的婉约车 你必须要达到达到什么标准 对吧 这个标准就是给恒大定的 那你其他的什么 比亚迪啊 就不行啊 不符合这标准啊 只有恒大符合 那你也想开玩意车 那只能买恒大的 我就是举这个例子啊 就是他可以倾斜一下 那大家就得买恒大的 那地方政府呢 支持恒大汽车 恒大汽车这个产值啊 税收啊 不都留到天津了吗 所以说这个 刘永卓说啊 恒大汽车 是受这个 地方政府 得益于地方政府 这个一点都没错啊 这个 韩国的现代汽车 跟北京合作 要不然韩国汽车早就 从中国出去了 没有市场 他就是因为跟北京市合作 现在还能传口气 北京的这个出车车 全部是现代啊 不就这个道理吗 第二个 如果说这个 恒大物业啊 在销售新能源汽车这块 如果能上路 如果能这个 走对路子 那么这个 也能助力恒大汽车 现在新能源汽车 最主要的就是充电嘛 对吧 这个 谁也不愿意把它开到什么 充电桩呢 充个两个小时 在那等着 或者充一小时 还有排队 这个反正是 新能源汽车这块 很不方便 如果你们家物业 就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在你家给你提供一个 带充电桩的车位 那你就基本上就不用管了 对吧 开车回家 顺便充个电 方便了很多 那物业就可以 有选择了 对吧 你是特斯拉 对不起 你的充电桩 总之你的排队 你不一定能 跟你安装得上 安装上呢 服务也不一定好 那他就引导你买恒大的新能源汽车 这个充电桩有保证 车位有保证 那么在价格品质差不多的情况下 那肯定人愿意就选恒大的 这个就是恒大的竞争力啊 那只要就给这个物业 多一笔收入 物业就愿意干这事 包括什么品牌展示啊 销售啊 物业都可以干 所以说恒大 你看在中国有多少物业啊 多少小区啊 再见的项目都有800多个 130多万户 恒大的这个 我没看过这个数据啊 他总共的 盖的房子 业主 怎么着得有 七八百万户了吧 有没有 这个基数很大的 所以说恒大汽车啊 还是有很多这个 得天独贺的条件的 他不是说 一无是处 目前恒大汽车 实际上是受这个 恒大地产 受许老板这个拖累 可能对品牌啊 有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 说这么多优点啊 其实都没什么用 关键是 叫试罗子试马 拉出来溜溜 要经得起市场的检验 看消费者啊 买不买占 买不买单 对 许家印来说啊 这个恒驰骑车 做得越好 估值越高 越有利于他还债 第二个消息啊 关键恒大集团 召开复工复产 保交楼 周工作会 就美洲的例会啊 会上披露了集团 复工复产的最新情况 截至3月27日 全国要求复工复产项目 771个 已复工 734个 复工率达到95% 其中 有424个项目 已恢复至正常时空水平 占比55% 全国复工总人数达到15.4万人 会议透露啊 恒大下一步将继续强化项目主体责任 尽快恢复销售 加快工程款 支付 全力保障人力材料等及时到场 保证项目持续正常施工 不惜一切代价 实现向业主保质保量交楼 这个就是关于恒大保交楼的一个州工作例会 这一次呢 通过媒体把它发出来 也很有意思 因为春节以后啊 到现在为止 恒大这个复工复厂保交楼 感觉是没有声音了 都是各个地方业主啊 在维权 在投诉 恒大自己没有动静 那么恒大这次呢 把它的州工作例会 就是例会嘛 每周开一次的 上一周的例会 他怎么不把它拿出来呢 偏偏这周拿出来呢 实际上说明也是为了应付 第二个就是 他这个例会上披露的这个数据啊 我怎么感觉水分比较大啊 这个771个项目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去年爆雷的时候 就说它是800多个项目 这个数相差不大 可能个别项目啊 在这过程中也已经交付了 然后是以复工734个 这个我感觉就有点扯了 复工率达到95% 其中424个项目 恢复是正常施工水平啊 这个也有点吹牛吧 424个 那就是正常的施工吧 言下之意啊 那还有呢 300多个啊 说是复工了的 但是没有达到正常水平 对吧 这是恒大自己说的 那这300多个 你就完全有理由 怀疑啊 他可能每个项目就一两个人 在里面悄悄打打的 他也算复工 或者是有十来个人 一周在里面干个两三天 剩下的呢 三四天呢 就休息 又停工 他这也叫复工 所以这些什么复工啊 什么复工率啊 什么这个 施工人数啊 这些数据啊 只能参考 不能听他的 也不能信他的 你给个时间 什么时候交楼 这个是硬指标 对吧 你说6月1号交楼 那就是6月1号交楼 就行了 只有你说你一次 动员了10万人 还是两个人 把楼盖好 那是你的事情 这个大家在网上 一搜 恒大啊 什么维权啊 交楼啊 这些关键字 就知道了 恒大有很多项目 业主反馈 都是停工 都是停着的 他居然搞一个什么 复工率达95% 这个跟大家的这个光感 完全不相符合 当然了 咱们一直在强调啊 这复工复产 都是工作组的事了 跟许老板关系不大了 许老板 也就是喊一喊 他也没什么办法 精力放在汽车上面 第三个消息啊 关于 融创的 又是一个坏消息 这个据融创内部人士透露啊 向媒体透露 融创所有的员工 2021年 没有年终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融创马上要裁员 裁掉30% 没有年终奖 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 融创的员工 2021年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年 年终奖是取消了 没钱发啊 大家也知道啊 房地产这企业的员工 实际上他们底薪并不够啊 像这些民营企业 给你底薪 一般的限制都比较低 更多的都是 奖金啊 奖励 年终奖 月度奖 什么季度奖 还有绩效奖 等等都是奖励 底薪呢 可能就是三五千的 有的甚至底薪就擦着 单地的这个 叫最低 工资 水平 来发 平衷工资之类的 两三千 所以你的 所有的高薪啊 一个月拿 两万三万呢 那也都是你 你的业绩 很多都是奖励 那其中啊 年终奖是大头啊 对吧 因为年终合算嘛 你这一年 贡献是多少 给你发多少奖励 所以一般的年终奖 是大头 结果年终奖一取消 那这个员工 肯定就 叫写上加双啊 很多人指着 年终奖要 对吧 要开支计划的 也要还房贷啊 年终奖不发 相当于收入 减了一半呢 你从 另外角度来看啊 这个年终奖 取消了 相当于这个 融创的员工啊 他的资金链也断了 本来这笔钱啊 他拿到手 他可能要 有安排 有的还亲戚朋友 有的要给孩子上学 交学费 有的要干啥干啥 对吧 结果这笔钱没有了 那就造成什么 造成这个先进流 就断裂了 如果有积蓄的还好 没有积蓄的 立马就爆雷啊 一个道理啊 所以说 前面视频里面 我也给大家展示过 很多地方融创的员工 开始威权啊 讨薪啊 所以说明这个 不是空穴来风 当然了 如果仅仅是 这个年终奖取消了 这还算好的 接下来啊 还有30%的人 要被裁掉 你都没工作了 失业了 那这更是雪山加霜了 因为房地产行业 把融创把你裁掉了 你去哪呢 整个房地产行业都不好 你不可能说 马上去万科 去恒大去上班 恒大也在裁员 碧国员呢 碧国员马上就要裁员了 所以说 这个房地产行业里面 你只要被裁掉了 基本上找不到工作 很难 对吧 我记得我在去年底啊 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出来之后啊 我做了一期视频 我就说了 今年啊 2022年 最难的两个行业 一个就是房地产 一个就是互联网 最近闹得很凶的 就是互联网裁员嘛 有的企业都50%的裁啊 就裁一半 京东是裁30% 听说是啊 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一下 很多企业已经裁过一轮了 就是去年年底啊 已经裁过一轮了 那今天还要再裁一轮 扛不住了 这个在去年年底 我都已经跟 就是说分析了 这个房地产 互联网 是两个最难的含义 这两个最难的含义 消停了 那就接着下面的 其他的含义 一样要裁 所以今年啊 整个形势不容得观 你手上如果有工作 能保住是最好的 看紧自己手上的饭碗 不要轻易去换 换有可能就落空了 原来的饭碗又放弃了 新的饭碗你又找不到 咱说回来 就说明这个 融创啊 确实已经难以为继了 一般不到特别困难的时候 是不能 砍员工的这个年终奖的 因为年终奖是答应的 是合同里面规定了 做多少给多少 你这个钱都不对付 那对员工的士气啊 打击非常大 你后面 你想保交楼啊 你想起死回生 你想什么回官仿照等等啊 像企业 还想那个正常运转 靠的都是员工啊 结果员工的士气 已经被你 对吧 打压掉了 你还怎么 企业能恢复正常呢 你想让这些员工 吃草 去挤牛奶吗 所以从这点说啊 融创基本上也没戏了 剩下的就看这个融创老板 带着几个高管 折腾吧 第四个消息是关于这个 审计的 今天啊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讲的是 香港的审计机构 普华永道啊 说已经收到这个 来自香港证监会的警告 这个文章我就不念了 我只是把它精华部分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他这个文章的观点啊 说中国内地快速 蓬勃的经济 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带来源源不断的生意 他这个四大啊 指的就是 普华永道 毕马威 安永 德勤 四大会计师务所啊 然后呢 尤其是 城镇化进城的推手 各大房地产企业 是 会计师 事务所的 一块绕不开的市场 其中 普华永道 和安永 分得了最大的一杯羹 截止到2021年上半年 普华永道 与18家 具有代表性的 中资房企达成合作 安永 为22家提供审计服务 毕马威 和德勤 分别是8家 普华永道啊 一共是18家 因为普华永道里面 有几家出问题了 一个是恒大 一个是融创 所以 普华永道 代理的这18家 可能都要 出问题 所谓的出问题 就是这18家 有可能都要换 审计师事务所 不能再跟普华永道 合作了 因为普华永道的名声 可能臭了 审计啊 实际上靠的就是信用 审计也是一种背书 就是说 因为四大嘛 你的名气大 经过你四大 这个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报告 别人不会挑毛病 都信 那这份信任来自哪里啊 来自对你 会计师事务所的信任 因为你是不会出 虚假报告的 你不会为了钱 提供假的报告 但是现在 恒大 融创 都爆雷了 这里面再介绍个小插曲啊 2015年吧 普华永道 给这个 加招业 审计 加招业出了状况 普华永道 是不给加招业背书的 他是要把加招业的 所有的这个家底啊 要全部抖落出来的 他不能给帮助 加招业去做假仗 不愿意给加招业出标准 审计报告 所以 2015年 加招业 跟这个普华永道 分道言标 加招业就解聘了普华永道 就像这个融创 解聘普华永道一样的 那普华永道 为什么在 恒大 在融创身上 就没有能坚持呢 所以这里面就有问题 问题出在哪儿 我想啊 这个跟这个 这个审计行业 内卷加剧也有关系 因为审计机构啊 知名的有四大 那国内呢 还有香港本地呢 也有很多审计机构 但是实际上你看 房地产行业 就经过这个20年发展 向头部集中嘛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恒大 碧桂园 融创 快速发展 高速发展 所以这个市场 向他们集中 下面这些小的 房地产公司都活不下去 对吧 市场向少数大的 这个公司集中 这就导致什么 大的公司 房地产公司 实际上是 就是这种健康的 有质量的 房地产公司 是越来越少 那对应的 就是这个审计机构啊 他们的客户市场 是在萎缩的 一共市场 就那么几家 房地产公司 你这个不合作 那个不合作 那你这个审计机构啊 你也就别干活了 你没钱啊 对吧 这就是导致他们 铤而走险 有的时候呢 他只能放低这个标准 睁一只眼 闭这眼 如果你卡得太死 融创就不跟你合作了 恒大也不跟你合作了 那你就没客户了 所以说这个 这个某种程度上 体现的就是 审计机构的叫 内卷家具 你普华永道不做 你安永不做 照样有大把的 其他的审计机构在做 对吧 你说那个 家招业 15年 把普华永道给解聘了 他后面不照样 找一家审计机构 给他做吗 是一家小的 对吧 家招业选了叫 志同会计师事务所 不照样有人给他审计吗 就是死了 沾头夫 那就吃带毛肉吗 所以说 因为房地产行业 格局发生变化 这个房地产的市场 向头部企业集中 房地产的这个企业 越来越少 导致这个审计机构 内卷家具 这也是个现状 从这点上看 一旦内卷 那是各行各业 不分行业的 都要卷起来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